中华民国电机工程协会今天上午集会讨论有关电机工程方面的各项问题 今天上午的讨论会是由电机工程协会理事长前庚主持 会中首先兴取了国科会主任委员徐先修的致辞 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陈南高跟交通部国际电信局长王清良也都参加了这场讨论会 今天的专题讨论的内容是有关人造物经转播工程技术上的有关问题